各位評審員,大家好 我們的群組為海志群創意組 我們的作品名稱是 複合式廢棄溫鎮壓機應用於小群船上 以下是我們的創意理念及動機 台灣四面環海,尤其在我們的家鄉 人們大多都是骨魚為生 所以魚桿長長後大大小小的漁船進出 但在魚船出港時常常會有我們黑煙升起 但在旁行半時間後 時現象就會慢慢消失 因此我們想要探究 為何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查掃資料後發現是因為 魚船在剛剛起床時 主機的轉速較低 無法提供給貝氣玻璃增壓機足夠的動力去 使得廢棄溫鎮壓機無法破壞效果 且無法提供足夠的空氣 給主機降低燃燒效果 而這種現象稱之為溫鎮延遲現象 我們的主題是希望改善溫鎮現象 使得魚船在主機低速時 也有足夠的空氣到氣缸內燃燒 以減少黑燃的產生 所以並減少空氣汙染 造成空氣汙染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因各種熱機所排放的廢氣汙染 佔很高的比例 造成全球冷化是現在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研究改善史異狀況 以下是我們的作品特色及創意特質 此作品的主要目的為改善溫鎮值 我們設法將電瓶馬達以電池連合器 連接溫溫鎮壓機 由速度感測器感測引擎轉速 將訊號回傳至馬便移馬達控制器 以控制馬達轉速 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第一種狀況引擎轉速過低時 會由速度感測器感應採用基礎基礎 回饋訊號給便秘馬達控制器 讓馬達產生高轉速 載動飛氣溫溫增壓機 增加夠北極的空氣量 使燃油可以完全燃燒 避免產生黑夜 第二種狀況引擎逐漸加速式 單加車後 柴油主機轉速速漸提高 柴油主機所產生的廢氣量速漸增加 速度感測器的訊號常會變速馬達控制器 讓馬達轉速下降 此時由引擎所產生的廢氣及馬達共同帶動 降低馬達轉速 如在設定的時間內 柴油主機能維持高轉速 如在設定的時間內 擇脫開電視革熱器 並馬達分裂 此時 柴油主機的廢氣溫溫增壓機 正常浴船 由引擎所產生之廢氣帶動 考量 加裝便秘馬達裝置 亦會增加浴船上的消耗 因此 可以將漁船 舱頂上的空間 加設太陽發電板 利用漁船再出口後 同行至漁場這段時間 主機轉速幾乎少有變動的特性 把太陽的板所產生的電力 儲存於電瓶中 再利用此電力 帶動廢氣溫溫增壓機 並減少發電池的負荷 以上是我們作品的特性 謝謝各位負責